7月28日,文章和马依丽先后发布官宣离婚 对于这段被爆出过出轨丑闻的婚姻 大部分网友都觉得 马依丽终于踹掉了出轨渣男大快人心 但身发起来,文章在被爆出出轨后 她的生活和事业似乎都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照样跟马依丽一起赚得盆满钵满 离婚后,文章的身价保守估计也得上亿 2013年,文章和马依丽靠着小爸爸的植入广告 稳赚5000万 之后,他们这对夫妻被高端日化品牌相中 拿到了近1000万的广告费用 2014年,文章在马依丽运期出轨摇敌 但马依丽并没有因此决断抛弃她 而是和她以大女儿的名字 命名了一家影视文化有限公司继续捞金 这几年下来,文章和马依丽手里都攒出了不少公司的股份 在这对夫妻都成为了成功的生意人的当下 要想继续演员事业,分开或许是最好的选择 有网友爆料,两人其实在5月底就已经办理了离婚手续 并认真切割了各自的财产 看来这两人在出轨门之后 虽然爱情已经不在了 但作为商业伙伴,一起赚钱还是很开心的